也知道我们全国各地有中共所建立的所谓的这种网格化管理 基本上是五步一平十步一岗 然后那么而且每一个停和港 上午上来知道还有一个摄像头 基本上是时时刻刻连接着他们大数据中心 所以它这个中共其实是对将近十亿多的我们的中国各族人民 都对进行的这么一种那些秘密警察的这种 德国纳粹政权的这么一个管理 那么其实我当时到这个时候 这位先生一直在摇头 说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中共是怎么做到的这一步 那么其实这一点其实我们觉得也很容易回答 但也很难回答 因为我们一旦涉及到这个话题 我们都是一个特别痛心的 就是我们中共在过去的73年 对中国的这种奴性化的统治 以及它来到中国 很完美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 这种所谓的这种糟粕的这种奴役人的一些思想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那么就使得中国人逐渐的就放弃了反抗 放弃了这种我们说批判性思考 并且中国一代一代人在这种统治之下越来越少的会有血型 那么我们就看到现在很多的 就是在我们现在知道是农历的传统的新年 但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同胞同类 他们活着是沉浸在一个 就是说在失去亲人 或者是周围满是尸体的这么一个环境中 去度过这一个糊涂相逢的这么一个春节 那么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 民不畏死奈何与死拒之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了这73年的这种奴役 还有这种恐惧在民间散播恐惧并且挑动群众斗群动的这种行为 然后让中国人失去了反抗意识 让中国人活在了现在是真的是连奴隶都不如那个社会 所以说当先生听到了我们的讲述之后 这位先生坚定的给我们说 我们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 并且我们希望去传播你们新中国联邦的一些 就是你们的一些活动 他当然也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听过我们的任何报道 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 我们整个这个活动是中共现在最想封杀的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些主流媒体 其实都是在中共的影响下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利益 所以他们是利益冲突的一方 所以说对我们的报道很少 或者说很有时偏颇会很正常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媒体 而我们坚持在这里坚持到 现在已经马上快70天 我们都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 社交媒体的这种平台 去向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人传播这个真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